美国总统布什当地时间18号说 他与普通美国人一样关注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 美国政府将积极行动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 布什18号在白宫发表尖短讲话说 美国人民可以确信 政府将继续采取措施 加强和稳定金融市场 增强投资者信心 但他没有具体说明 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布什说 金融市场仍面临严重挑战 美国政府正集中精力 应对这些挑战 他认为市场正在适应美国政府 最近几天所采取的一些特殊对策 自15号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以来 美欧金融市场出现新一轮动荡 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过去几天 美国政府采取了多项特殊措施 力图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